但是侯震鹏应该是之前 我可没有 做了好多工作 我们都差不多 都是打小学 打小看 其实我们家 我们家就住在离德文社 走道了两分钟 原来我 就是他那开那个线 刚开的时候 最早在那个什么广德楼 我就去 我们家就住那跟前 我问你 就郭老师说的 德文社人特少时候 你经历过吗 经历过呀 郭老师本人那时候你见过吗 都见过呀 他门口 他个儿不高 他门口就问问 今儿卖怎么样 今儿就门口也瘦了头 今儿卖怎么样 他也盯着穿一批夹克 当时没什么气场 当时真的正格没什么气场 德文社后来火了 我们家就太近了 当时我周末 他一周就开一场 就俩事 一 看场球 上工体看场球 一个就是听一场 德文社的笑容 我就天天就去越去 人家越来越多 已经就火得不行了 火不行以后 我就掌握规律了 因为有时候吧 中间一场呢 好多观众 实际那时候就出去抽根烟 我抽烟那时间段 我不抽烟 我能一烟卷呢 我跟他也讲一讲似的 然后到中场 这个大伙呢 这差不多 抽完烟差不多 跟着进去了 我就跟着进去了 当时我就 我蹭了一阵这巷子 后来德文社开始招声 第一批招声 开了一个发布会 结果记者就问 记者问 然后他们打 然后说我们打算 弄这招声怎么怎么样 如果有都可以报名 说哪 我当时举手 我说郭老师 我想报名学校 你多大了 我二十六了 对比二十五岁以内的 我们知道 二十五岁以外 我们都不要了 这么着我就 其实当时坚持点 再奔后台 后来多大都行 好像 对 都差一岁 但是他人家 刚开始办这个的时候 各方面制度都很严格 招的还挺好的 对对 还都很严格 然后我就 我就没去 这是在哪招的 这就是在 别的电视台 录像节目的时候 郭老师评委 你觉得郭老师 这阵气场 跟当年穿皮夹扣是不一样的 别说了 对对对 完全不一样 其实这个人 他也是在一点点成长 对 他的内心强大的 自然就不一样了 当时呢 一天演撒谎 他一人演撒谎 好玩吗 好玩 好玩 那可加 那当时那个听那个 那个过瘾 那个笑 那个就是你这个真是笑的 这个 出肌 这个胃 这个肚子 真奇怪 现在想都 现在想好像 不管是到哪 也没准你再干 当时还没干这个呢 当时干了以后 现在好像 没有这 找不着这感觉了 说到相声啊 看这三位 我说的我都插不上话了 你们是 大家都爱相声 对啊 我这还有一 看 这个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我不知道 这是我媳妇 这是 这是那天 我们俩那个结婚纪念日 然后平时他不怎么喝酒 对 然后就照了一张相 他就这么照相的 这个相片特别少 因为他很注意自己 那个形象 他每回照片必须喝 麻烦极了 尤其这个 还有就是给这女孩照相 我的天哪 怎么照 他都不满意 没错 好你照 给我那腿照的 怎么那么短呀 那就长得就不长 那可不 嘿嘿 是不是 这段单独得给接出来啊 平时在家 你媳妇让你唱歌吗 也是 也 他老让我教他 确实是 这个挺麻烦的 你教女孩弹琴 你就教不会 你说你这不对这么弹 那谁那对 怎么叫对 我要像你似的 那你还教我 我还让你教我 就永远就不行 就是怎么都不行 这个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个别光看人娶漂亮媳妇 他不意着呢 这日子不好过 真是这样 你根本就教不会 你教 哎呀 那费得劲了 我情少很低 你还行 你挺会这个的 跟不同的人说话 不同的语气 语调 口音 跟东东 哎 他跟他媳妇不行 所以说 每个人就是说 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 那个培养感情的方法 今天就是说 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